同事今天確認人數來到7820例 依舊全國最高人在高原期 同事府日前宣布實施遠距教學到暑假 但台中一中決定 月底要讓學生返校來參加期末考 有學生在幹部群組提到 如果因為期末考而染疫得不償失 但校內黃信社團組長既然回應學生 不會啦 染疫後有暑假可以好好收養 讓學生看得直乎離譜 而市府在校的記者會上也做出了回應 學校要採取實體上課或實體的考試 來講我們基本上是尊重學校的決定 而且我相信學校在做這個決定 應該也都是經過很慎重的研議 跟老師跟家長討論之後才做的決定 那當然現在學生會有這個意見出來 那我們教育局也注意到了 今天我們教育局因為疫情跟他們比較沒有關聯 所以就沒有來出席今天的記者會 不過我想這個問題他們應該也都知道了 他們會跟校方好好的來這個研議 看看怎麼樣跟學生溝通 好市府表示呢 對於校方讓學生返校 參加考試的決策 一切是尊重校方的決定 現在就是經過神聖的評估也相信 校方一定能做好防疫的工作 而對於社團組長在社群上的回應 希望老師在敏感的時刻能夠謹言盛行 才能避免誤會 而對期末考試呢 有上百名學生 已經發出連署抗議 教育局呢 目前也已經介入查明 要讓雙方在坐下來好好的進行溝通 主播